對 然後我只要 就是我只要覺得 哇 眼壓開始有點高了 我腦已經有點快要沖血 或是已經忙好久 忙好久的時候 你就是會覺得肩頸很硬 有沒有 然後有時候一個氣 就是憋在心裡面的時候 我就會早個30分鐘到1小時 其實最建議是90分鐘 我就會坐在那張椅子上面 而且我這張椅子 今天有帶來 跟你們說 妳有帶來 我要獻給妳 妳 妳 我很需要 對 我覺得她快爆炸了 我要跟她講說 我滿了一台大的按摩椅子 對 妳有帶來 妳也太感人了吧 對 可以給大家體驗 來看看 這個好舒服 來喔 整個火星要旅遊了 好強喔 剛剛給人徐塔克馬上秀書 妳還沒有按 看起來就很舒服 對啊 而且感覺坐上去就 很怕出壓了 對 但是我跟大家說 因為按摩椅 按摩椅其實大家都知道功能 它就是幫妳按 然後錘壓 其實我覺得我會選這一台 它其實最重要的功能 它是有一個非常短 30分鐘的五歲模式 五歲模式對媽媽來講非常重要 因為大家都知道睡眠 其實指筆量重要 對 就是妳睡得深 比妳睡10個小時 15個小時來的重要多了 淺眠其實妳根本就沒有睡得好 淺眠就是情緒容易焦躁 所以其實它這個五歲的功能 它讓妳 就可以完全地深睡 而且它是 這30分鐘以內 它利用了這個有光波 然後跟它會發出 它會發出一種聲音 然後會影響妳的腦波 會讓妳聽到 然後感受到那個光線 妳是閉著眼前 然後感受到那個光波 然後妳會進入睡眠 而且是非常深層 而且妳 然後再加上喔 從腳板到小腿 然後到腰 臀 大腿 全部一起按摩 就是整個非常放鬆 我現在要開始進行我的 五歲之旅 然後會開始有聲音 然後妳的手就放在這邊 我聽到聲音了 好酷喔 然後小腿 腳底板 已經開始在按摩了 對 而且它是躺著 這真的很好睡耶 直接躺平 直接躺平 而且我覺得它真的有一種 被子宮包覆的感覺 有 很舒服喔 而且它很厲害的就是 它其實 因為妳五歲三十分鐘 然後它到中間的時候 它的按摩會停止 然後讓妳進入熟睡階段 然後接下來前五分鐘 它又會開始按摩 然後慢慢慢慢把妳叫醒 我可以請一個葉博士 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葉博士 對 歡迎葉博士 妳好年輕喔 葉博士 葉博士 妳是科技睡眠博士 所以對於睡眠方面很了解就對了 對… 有沒有人要來體驗一下 好不好很需要 可以幫妳操作一下 妳可以嗎 來 我現在按啟動 坐在這裡面就覺得非常舒適 它其實沒開始耶 它不是單純啟動 它其實是在 那麼強 對 因為每個人坐上來 每個人的身高 體重 妳骨頭的位置都不一樣 是 那她怎麼知道我按摩 我要按妳哪裡 對不對 所以她其實是先把心儀的這個 全身都掃一遍之後 知道每個定位 她才會開始 好 心儀 現在要妳進入五歲模式 好 那所以這個要 跟妳晚安 等她躺平了 好 晚安 葉博士幫我們介紹一下 就像這個東西 它要怎麼使用 它的功能是什麼 在使用上建議就是 要比較貼近的眼睛 那裡面要 對 要再壓低一點 對 然後要閉著眼睛 閉著眼睛 好舒服喔 來了 整個就是躺得下 好厲害 光這個動作我都覺得很厲害 對 因為通通午覺我們都是趴著 所以我隨便躲一下 對 可以這樣子真的三十分鐘 那個深層睡眠 就真的幫助很大 對 這張椅子在助眠的方式 是利用聲光刺激 對 然後就是人 我們人在閉幕休息的時候 腦波是呈現叫阿法波 對 然後我們到進入淺睡的時候 叫做西他波 西他波 然後到深睡的時候 是Delta波 然後這個頻率大概從 12Hz開始慢慢變化到 10Hz 對 然後我們的 我們這個裝置是藉由 深跟光 產生的頻率 讓你的大腦跟那個 深光的頻率同步化 然後慢慢的引導你從 閉幕養生到淺睡 以及要進入深層的睡眠 那像這些光呢 因為其實像我媽媽 它是很未光的 那這光會不會反而影響到 它的睡眠 不會 就是一般我們在研究上 會有指數就是 比較偏紅色調的是 會讓你喚醒或是亢奮 對 然後比較偏藍色調的是 會讓你有冷靜的感覺 對 所以這個光會 它開始從 閉幕養生的時候 會開始有比較偏紅色 橘紅色系的 然後慢慢的它會 開始轉變到藍綠色系 對 讓你進入深層睡眠 對 而且除了它那個光波 它還會 依據你腦波的變化 可以閃爍 對 閃爍的頻率 對 就是一開始會從 10Hz左右 慢慢的頻率會降低 降低到 4Hz左右 然後就是讓你 腦波同步化 然後引導你進入深層的睡眠 所以它其實有 助眠的功效 對 因為它連這個按摩 它都會 漸漸漸漸漸漸 在第15分鐘的時候停止 力道越來越弱 越來越弱 然後在你快要醒來的前五分鐘 它又開始在 開始按摩 再把你幻醒這樣子 所以它每一個set 是固定的時間 還是說我可以設更久 這個就是它特有的 這個午睡模式 30分鐘 午睡模式就是30分鐘 它也不要讓媽媽真的 因為這個變得很呆怒 就30分鐘 好 因為像我這個 會是只要90分鐘 在午睡模式 90分鐘 普通的按摩 按摩椅的模式 那這個午睡模式 它就是整個躺平 讓你給你這個30分鐘 是空間 可是剛剛關於這個 譬如說你盒子那個東西 他們是用什麼方法 可以達到那些 什麼Beta波音性 像聲音的方面是 我們人的耳朵 其實聽不到 10Hz左右這種聲音 所以這個聲音方面 有利用的 它很高聲嗎 很高 就是 比如說我們現在 希望我們的腦波是10Hz 所以我們可能一邊的 聲音的頻率 它是200Hz 然後一邊是200Hz 然後這個 這兩邊給予不同頻率的聲音 差了10Hz 對 它會在連結大腦邊緻體中間 它會去產生 讓大腦產生10Hz的頻率 對 然後當我們要 進入生存睡眠的時候 我們腦波是4Hz 所以它那個音頻的差 會慢慢地改變 然後引導你的腦波 進入到生存睡眠 哇賽 這個也太專業了吧 對啊 就是雙耳平擦的技術 對 哇賽 所以憲衣 你現在感覺怎麼樣 因為它是 就是像這樣躺著的模式 對 然後它眼睛剛好就是 給你有一個遮蔽 然後你就不會想要 打開你的眼睛 因為有時候我們做按摩椅 有時候還是眼睛會想要 亂瞄有沒有 沒有辦法真的打到睡眠 然後而且它每個地方都按到了 而且它就是有垂 有揉 然後有砰砰砰砰砰砰 這樣就是不同的按摩方式 所以我覺得它 就是它放在我家 我覺得它不但是按摩椅 按摩的功用 我覺得它其實對我來講 還有助眠 它其實算是我可以 讓我 其實我睡覺前 快要睡覺我也會先上來 先躺個三十分鐘 全身放鬆一下 然後有人幫你按摩的感覺 對 助眠 然後你真正睡下去的時候 就是覺得很安慰 睡著這樣 那我覺得那個 現在如果大家母親節 不知道要送什麼的話 我覺得這是給媽媽一個 非常好的禮物 老公送給太太 兒子送給媽媽 是不是 是 可以 妳老公都可以的 妳老公這一台OK 好 妳先結婚囉 我寶寶 我寶寶跟你老公說一下 我寶寶 我寶寶幫他扶一下 我們小孩 我要跟他說 他拿給婆婆 然後我們一起 好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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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老公買給我 我們就可以生第二把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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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博士 謝謝 其實我覺得今天我們 雖然主題是在媽媽上 可是我發現現在每一個人 包括男生女生 每個人都是多重身分的 對 我以前訪問過一個小朋友 他上台講話講得頭 我跟他說 你不會覺得有壓力 他說欣寧姐 你不覺得壓力反而會讓你更加強 就助 那我覺得怎麼讓這壓力 變成助力才是最重要 不然要不要變成主力 所以今天這些呢 也跟所有的朋友 一起分享麻煩 那你就放掉吧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謝謝媽媽好的男生 讓我們公公的拜拜 拜拜 其實有時候帶小朋友出去 都遇到很多人很熱情 有時候就會想說 好可愛喔 碰碰你或幹嘛的 可是現在比較OK 譬如說他們可能會先問爸爸媽媽 或者是也就是要說 那就是保持一點距離 那如果真的有別人 想要任意摸我的小孩的話 我應該要怎麼 怎麼拒絕他 我覺得第一點就是 如果能只是平水相逢的 那就 就趕快離開吧 那如果今天是 常常會碰到的親戚朋友 那麼可能可以 稍微微晚一點說 譬如說 我的小孩子 他的臉過敏 然後上一次就是 有一些過敏的人 會讓他復發 所以可能還是 小心一點這樣子 那這個就比較微晚嘛 總不能說你手上有細菌 對不對 這感覺就不太對 那如果帶個什麼白硬子 或病毒風或酒精石 我覺得如果對方 已經這麼有誠意了這樣子做 然後我覺得其實重要是 要問就是我可以嗎 所以我想自己當別人 當別人帶著他小孩來的時候 你自己也是扪心自問 第一個 我是不是有洗手 第二個是 我是不是有問這個媽媽或爸爸說 我可以抱他嗎 我可以摸摸他嗎 這類的一些 禮貌上的一個 事先打招呼這樣子 那第三個呢 也是說 面對如果是陌生的小孩 我會建議還是就算了吧 不要這麼的熱情 因為其實別的孩子 他可能有什麼樣的一個體質 我們不曉得 搞不好我們今天 為了要表達我們的善意 卻造成他爸爸媽媽的困擾 我覺得這幾點 是應該我們可以先做好的 來 別